韓傳跟北城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太多了 我也不好跟你講說 照在哪裡 因為 關起門來再講 還有 公開講不一樣 如果是關起門來再講 事情大條 佛法 佛法生都不一樣 現在我就在講關起門來 我已經講了 就是很重大 就是佛法生完全不一樣 三藏不一樣啊 對佛陀 對法 對生團 的定義完全不一樣 所以說這事情很大條 但是 講得太白會得罪人 也不需要 只是這樣子點一下 就說 你看 對三藏不一樣啊 對佛陀也不一樣 對佛陀也不一樣 對法也不一樣 法就是三藏不一樣 對生也不一樣 這是很大的問題 大到承受不了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佛教歷史的關係 例如說 你看在基督教 天主教 你看 也有他們宗教史的關係 歷史的關係 那佛教也有佛教歷史的關係 如果 現在又不是佛陀時代 那時代不斷的遷移 很多變更 例如說其他的 有些人在佛陀時代也有很多出家人 是從其他的宗教進來的 那當時是佛陀時代 那 尤其這些人 有些是有善根的 就 贈得到聖道聖果之後 他們 不會 再去抓詞 過去他們那樣宗教的觀念的見解 放在心上 因為他們想的都是佛法生 解脫生死輪迴 這些是完全確定的 那 沒有沒有佛陀時代 還是歡呼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沒有證得到聖道聖果 對佛法生三寶 沒有幫他產生不動搖的信心 那 一代又一代 例如說 三藏教法 佛陀時代的三藏教法是用背的 這些尊者們是口口 相傳用背的 直到西岩前一世紀的時候 才真正把它用文字 記載起來 為什麼會要用文字記載起來 當時斯里昂改發生國難 因為國王信佛陀門教 種種種 那開始要滅佛 那會被三藏的出家人有生命危險 那你看整個國家會被三藏的數量很有限 如果是完全都被消滅了怎麼辦 所以他們用中語頁把它寫下來 那把它記載下來 即使是人都已經都沒有了 都死光了 至少當這個三藏還在 那以前的話 三藏是用背誦的 那 那既然會寫下來 就很多問題慢慢就衍生出來 其實用背誦也有人懷疑說 你背的是不是 就是完全都是 只是這些沒有添加 那 那以前的話 是很相近傳統 那就是 老師 傳給學生 那一句一句 那 那 唸了幾次就背起來 那學生就這麼背 一直背 把三藏全部都背起來 這是這麼背的 那以前印度人就是這樣的傳統 那本來 為什麼剛開始佛陀時代就沒有把它寫起來 因為認為這個 三藏是非常尊貴的 把它寫下來 就是認為怕有誤昧 就是 就想說 這樣不恭敬 因此不敢把它寫下來 就用背的 那後來到西岩前 基岩前一世紀 當時才把它寫下來 寫下來的時候 可以寫下來 問題慢慢地產生出來 因為三藏就是這樣的內容 那剛才就講 你看 有些出家人在佛陀時代 有些出家人是從其他宗教過來的 那先用現在 我們用現在台灣來講 原來有些是在算命的看風水的 怎麼 那來到佛教 出家 出家之後 他還在 算命還在看風水 還在怎麼樣 那看潛西 還是這樣子 都沒有改變 只是換個武裝 剃個頭而已 那在印度也有這種狀況 我們用這樣比較 能夠理解 那在印度也這樣 從其他宗教 到佛教來出家 他們觀念還保持著 他們的行為還不改變 那這 剛開始的時候 很多聖者 很多阿羅漢 聖團很清靜的時候 可以處理 慢慢很多 越來越捧灑進來 思想 把他們的其他宗教就帶進來 那帶進來又把他們的其他那些 其他的宗教的又把它寫出來 那加上照佛教的講法 如是我文 什麼 掛著變成佛教的東西 他變成山藏 本來是山藏有一定的內容 所以說 就慢慢傳 慢慢傳進來 越來越亂 但是在 南傳佛教裡面就是堅持了 山藏就是這些內容 不給人家新天進來 新家進來的 不承認 所以說很嚴格 嚴格把守 現在 現在其實現在你們如果看中文也有一些問題 像 例如說像本身 本身經的話 因為在英文版 因為本身經它只有寄送而已 很簡單 你光看這些本身原來的經典 看不知道在寫什麼 所以說西方人在換譯英文版的時候 把注釋書裡面的故事 也把它換出來 排版是排小字 日本人原來的日本大藏經 這不曉得 本身經有沒有加小字 那現在嚴格是排版是 一樣的字 所以說你們都不知道 裡面的內容很多是注釋書的內容 不是本身經 本身經只有很簡單的寄送而已 那所以說這樣就亂掉了 處理的人不懂 那就亂掉了 你們都以為那些都是本身經 不是 那是本身經住 本身經 才很少而已 但是我在講說 你看 佛教的歷史就這樣 很多是天下進來 你們都不知道 哪些是閻人的 哪些是後家的 這是從法 從三藏的部分 對佛陀的解釋 對 對生團的解釋 一樣就是 如果是沒有沒有採取一個堅持一個原則 那就亂掉 那因為早期我也 我在佛學院讀時代就讀 延始佛教 讀布派佛教 那瞭解這佛教的情形 我以前也在北傳佛教 出家 那其實北傳佛教 早期我是蠻注重宗教情操的 那慢慢去釐清什麼是要的 什麼不要的 那我到 泰國 到緬甸 尤其在緬甸之後 那我就想說 還是用傳統的方式 既然是 學 了解佛教的歷史 使得用傳統的方式 所以說 後來就 在緬甸 從緬甸回來之後 我也把佛教史 再把它釐清一下 那就 之前的傳統 以前學的 就是把它放在一旁 那專門學習 巴黎三藏 就是巴黎系統能傳佛教的 德教 就其他就 把它放下來 那其實宗教 我是認為說要尊重 每一個人的宗教信仰 就是尊重 不需要去批評 那了解自己需要什麼 對什麼 是對自己好 現是好 來是好 那什麼對自己是有利益的 那少去批評 少去批判 那尊重其他人的宗教信仰 互相能夠和諧 但是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自己的原則 沒有原則就亂掉了 有些人就沒有原則 佛法是很好的 但是就要 掌握對 因為有 剛才就講到 有佛教史的這些問題 如果現在人是很難去掌握 那方向很難去 做對 因為修錯了 有什麼問題 方法修錯了 那廟不可能達到 修行的目的 也就是不可能斷除煩惱 贈得內阪 不能贈得到聖道聖果 例如說有些人會講 哇 心 心就是 哇 就是修到無心 修到一個光完全心清涼的 完全什麼樣的經濟 這樣就夠了 這樣是不是內阪 不是內阪 因為修行是有方法的 不是怎樣 但是很多是適時而回 尤其是後來 變成禪宗的 什麼樣 變成一個畫頭 變成一個什麼 他想到 那你的心就好 心完全那個 心清淨 完全沒有沒有煩惱 這樣就好了 在佛陀時代 因為佛陀在世 有些人因為那樣典禮 再提示一下聖聖地 由於過去式的清依止言 是過去式的善根 啪 就進去了 就證得到聖道聖果了 那現在這個年代 佛陀波內盤2500多年 那沒有按照次第來修行 可能沒 可能怎麼修都沒有辦法 證得到聖道聖果 沒有辦法提振內盤 所以方法如果修錯 就 就是可能完全跟聖道聖果結緣 可能沒有辦法斷除煩惱 那 嚴不嚴重是很嚴重 所以要不讓你 倒楣 所以要不要讓你再聽到 讓你讓我再聽到 我可以再聽到 要不要再聽到 在聖道聖機 那麼其實這部分 你給我一點點 你給我一點點 你們也是